瑞银警告,全面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将贬到,作者小山图围中国人民币网络照片,路透社今天报道,瑞士银行今天发表,2019-20年中国宏观军季,展望,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报告,指市场情绪疲弱,经常账户顺差消失,境内外利差持续收窄,都会施压人民币贬值, 预计2018-19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在7.07.3,在全面贸易战情景下2019年人民币汇率或贬至7.5,如果贸易摩擦缓和2019年底人民币汇率要在7左右,据路透社今天警告说,如果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,明年人民币或贬至7.5, 这是瑞银国际知名投行瑞银UBS报告称人民币贬值有助,于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拖累,但人民币大幅贬值会损害国内信心,引发恐慌性资金外流,并威胁金融系统稳定, 预计央行会谨慎管理人民币汇率,并继续加强资本管制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对中国而言,2018年去杠杆等国内偏紧政策是拖累经济增长,放缓主因,而2019年最大的下行压力,可能来自于美国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相关的不确, 定性距2019到20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,应对外部环境变化,报告说,2019年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,首先随着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相关不确定性影,想出口,我们预计2019年货物外贸顺差,占GDP比重,将降至2.8%年度经常账户顺差可能将消失, 甚至可能出现24年来首次逆差报告,认为中国境内外利差也会不断收窄,再加上贸易战相关不确定性,人民币贬值预期,可能会加剧,并导致资本外流规模增加,此外中共为对冲贸易战影响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力度越强,经常账户逆差规模,可能也会更大外部平衡恶化的速度,也会越快, 尽管传统的政客刺激面临一些制约因素,但我们仍认为央行不会主动引导人民币大幅贬值,以对冲关税影响,提振经济增长贬值,的确可以有助于缓和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,但无法完全抵消贸易战对宏观经济,特别是对部分行业的冲击。 贸易战不确定性加剧,还会导致企业削减,或转移投资此外,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削弱市场信息,并导致资本恐慌性,外流威胁国内金融系统稳定性。 最后我们认为中共对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依然较为敏感,可能会希望避免在金融领域发生潜在冲突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链接据报告说,我们预计央行会持续密切管理汇率走势。 2018-2019年2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分别为7.07.37.3今年余下的几个月中,我们预计央行会继续使用中间价定价的逆周期,调节因子来维稳汇率,并配合资。 本管制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维持在期以下。 2019年,随着贬值压力加剧,我们认为,央行会适当允许人民币贬值,以部分释放压力,但会努力保持人民币相对平稳。 预计政府还会进一步向外商开放国内市场,以鼓励外资流入报告指出。 在全面贸易战的情形下,即美国对所有的中国进口品加征,25%或更高的关税,或,这如果美元较当前水平进一步明显走强,我们预计到2019年底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更大,可能达7.5左右。 另一方面,若中美贸易战缓和,且货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明显走软则。 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会维持在期左右。 巨锐银,2019-20年,中国宏观经济展望,应对外部环境变化,报告指明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压力,或来自贸易战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热剧营 热ré